食井饭团 嗨大家好 我是Amy安子 今天给大家介绍的是食井饭团 因为这个饭里面放了肉啊 蔬菜啊 里面有各种各样的食材 所以我叫它食井饭团 营养丰富 而且可以把它当中饭 做便当用非常方便 好接下来我就跟大家分享 这是食井饭团所需的食材 看这个是小米 糯米 寿司米 和香米 肉糜 煲菜 紫菜 鸡蛋 芝麻 西兰花 胡萝卜 芦笋 和青葱 就这些食材 好接下来我把那个 泡过四个小时的糯米 香米 还有寿司米 小米放在一起煮 然后我会把煮好的鸡汤 倒在米里面一起煮 这个是鸡汤哦 好 先开始 放一些姜末 放一点十三香 生抽 老抽 一炒 蚝油 鱼 青葱 大蒜 放在一起 烫过的包菜和胡萝卜 切碎了 烫过的包菜和胡萝卜 烫过的包菜和胡萝卜 不需要把水蒸掉 因为这个肉糜里面需要水分 让它滋润一下 到时候吃的时候就不会那么干了 不会那么柴 把它拌在一起 然后做成圆子 好 盖锅盖 焖煮五分钟 好 倒入勾芡 勾芡一下 也可以尝一下 如果觉得味道想浓一点 颜色再深一点 好的一汤勺的老抽 好了 米饭已经好了 趁热 把芝麻倒进去 拌一下 拌一下 我把紫菜撕成小片 放进去 胡萝卜 竹笋 西兰花 鸡蛋 刚才炒了两个鸡蛋 火腿肠 刚才已经放了鸡汤 这米饭蛮有纤维的 捏在一起 鸡蛋 一边拌的时候 一边撒一点点盐 然后糖一下 把它拌匀 轻轻一捏 就成一个饭团 很方便 饭团做好了 接下来我来做一个肉圆 饭团 放大肉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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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它包起来 把它包起来 底下往上面压 口子封紧 肉圆饭团做好就这样简单 搓搓圆也可以 这怎么放在这里 要吃就可以拿 也可以在上面再铺一点酱汁 味道更加鲜明 上面有点酱汁 铺垫上去 铺垫里面有味道 还可以这样包 食情饭团中间放一个肉泥 然后把它包起来 这样 再包一个 肉圆 这样捏 中间一捏 就好了 可以做中午的便当用 分数搭配 你看神井饭团 肉饭团 三种包法 这个小的是一口一个 食井饭团 食井饭团里面有肉糜 这个就是饭团里面有猪肉 三种吃法 随便你选择你自己喜欢的一种吃法 切开看里面 喜欢就点赞关注吧 谢谢支持我们下期再见 起解 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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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期再见 感谢观看